提起张碧成和华晨宇想被大家并不陌生吧 一个是中国好声音的总冠军 一个是夸了男生的总冠军 可能是彼此身上的才华信着对方 所以让他们之间产生了情愫 2015年的时候 两位冠军选手参加了真人秀节目《唱舞天下》 在节目当中张碧成和华晨宇之间的行为举动 像极了热恋这种小情侣 从现在来看 两个人应该在上节目前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所以才在节目中表现得那么亲密 我把你按哪儿 脖子 这儿啊 你稍微让我多按一点行吗 因为下午本来就有点 晒有点不舒服 然后晚上又吹冷风 OK了 我觉得OK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华晨宇和张碧成的瓜 最中间是郑主自己爆料出来的 可见娱乐圈的水还是很深 毕竟华晨宇的人设就是清纯保守低调 且有才华 如今两个人没有结婚 却突然间冒出一个孩子 说实话还是有点意外的 从当初两个人发布的长文中可以看出 两个人并没有打破道德底线 一切看起来都非常浪漫温馨 当时两个人都解释了很清楚 事情的真相就是张碧成瞒着华晨宇去国外生了孩子 华晨宇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 虽然有些惊讶 但也接受了这个女儿 并且给他上了户口 现在两个人共同抚养女儿 让他有一个温馨的环境 华晨宇和张碧成两份声明 看似温馨浪漫 实际上更像是精心准备好的公关文 以达到公布出来以后 既不掉粉又能够博得好感的效果 但明眼人都能够看出其中谁更心酸 华晨宇的自理行间都没有提及张碧成 重点说孩子的事情 而且华晨宇和张碧成并没有领证结婚 华晨宇工作室对外宣传 华晨宇单身状态 反观张碧成这边 他的发文就和华晨宇大有不同 文中一共提到四次花花 满眼都是对华晨宇的爱意 真正的故事里谁更心酸 我想大家应该都能猜到 在这场突然有了个孩子的大戏当中 华晨宇不光没有受影响 反而受到了表扬呢 粉丝说他有担当 一副好爸爸的人设屹立不倒 未婚先孕的丑闻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 反观张碧成 自从被爆和华晨宇有一个孩子以后 张碧成的事业 可谓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网上的评论对张碧成就不怎么友善了 无论是粉丝还是都说他是有目的性的 说他心机重 想加入豪门才这么做 毕竟华晨宇家里有钱 华晨宇又是当狠偶像 张碧成要是给画家生了一个儿子 那好处少不了 他的儿子将来更是要继承家产的 那很多张碧成的粉丝看到以后 都为他打抱不平 张碧成不仅有颜值 而且有实力 一路走来能够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他也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 却在如今因为感情生活 葬送了打拼多年的事业 未免有些太遗憾了 令人欣慰的是张碧成 显现葬送的演艺事业 已经重回正轨 开启了复工模式 近期张碧成和赵丽颖 一同参加了综艺节目中餐厅的录制 两位都是单亲妈妈 张丽颖恰巧是离婚后再次参加节目 张碧成也是宣布生下女儿以后 难得上生活真实类的综艺 两个人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 就是得养孩子 而且两人的孩子其实也相差没有多少 网友就称这两个人也算是有共同话题了 女儿现在是张碧成在带 华晨宇是必须要给予一定的生活费 而有一次张碧成在跟华晨宇通视频电话 要生活费的时候 有谁注意到她对华晨宇的称呼啦 这身花花的称呼 可谓是瞬间暴露了两个人的真实感情状况 看来两个人的关系并不会太差 不得不说 这身花花也是很亲密没错了 毕竟曾经两个人绝对是深爱过彼此的 只是不知道这两个人会不会结婚呢 让我 보시면订阅《彩晨宁》的发展